近日,一段武汉移动物园以狗冲狼的视频引发网友热议 视频显示,狼舍里不见狼,只有一条狗在晃悠 5月8日,记者来到九丰山森林动物园看到 该园有两个狼舍,一个狼舍里有四皮狼,另一个狼舍里有一皮狼和一条狗 负责狼舍的饲养员于杰告诉记者 2017年10月,园方帕这只公狼寂寞,特意安排了一条母狗与其作伴 网络上的视频中没有狼,是因为它在屋内休息,并非以狗充狼 早上放出来之后,还捻着它碗,捻着狼碗 它也不咬它,它也不怎么样 记者看到,狼舍中的狼和狗十分恩爱,还会互相嬉戏甜脸 而且进食时,狼会让着狗,让狗先吃,宛如一味宠妻狂魔 这个狼太宠这个狗了,因为你看我们狗喂食的时候,狗先吃,狼后吃 狗吃完了之后,狼才过去吃这个食 于杰说,这匹狼原来和那四匹狼在一起是狼王 2014年,在与其他公狼的竞争中,该狼王败下阵来 一防不容两王,考虑到他的安全,便为他安排了单独的狼舍 由于狼是群居动物,这批独居的狼离群后经常丝毫 出现了抑郁情绪,身体状况堪忧 于是原方尝试将一条雌性中华田园犬装在笼子里 放在狼的身边,连续观察一段时间后 发现狼对狗并无恶意 所以大胆将小狗放出笼,与狼为伴 如今,狼与狗已经相伴了近两年 于杰称,狗的祖先也是狼,习性差不多 给这批狼王找个老来伴并无不妥 当时狗入园时也都经过了检疫,不会交叉感染生病 不少网友提出,公狼与母狗在一起 会不会交配生出一条小狼狗 于杰表示,这批公狼已经有12岁了 相当于人类的70岁,虽然无法确定 但是至今尚未观测到它们之间有交配的行为 目前为止,我们这个狼的年龄可能也就大了 可能就没有这种可能性去生这种交配的行为